老师好 我们刚建立一个课程 对不对 那等一下请老师点左上角这三条线 就是回首页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社会科四年一班的教室里面 那我现在点这里 再点上面的课程 就回到主画面了 老师看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建立的社会科401 你看见吗 这个是之前建立的 那怎么再进去呢 点一下又进到教室来 所以当我点三条线 再点课程 就可以回到主画面这里来 这个是什么 左上角 老师会看到Google Classroom 看见吗 好 那进到教室去 再点一下 就进到教室去 所以左上角这里就出现 目前是进到社会科 四年一班的教室 那接下来 我们要让学生加进来 那学生怎么加进来呢 你看一下 我回到主教室去的时候 这边我放大一点 在左下角这边就有个课程代码 课程代码 学生只要输入这个课程代码 就可以进到我的教室来了 等一下要麻烦老师 就输入这个课程代码 进到我的教室 我要示范一下 那这里呢 有这一颗按钮 你可以点一下 就可以把课程代码放大 好 在这里呢 在这里 那其实这地方 这边也可以复制邀请连结 来 我把课程代码贴到我们的讯息区里面去 那你可以点这个复制代码贴过来 这也可以 这里 好 来 复制邀请连结的时候 那学生怎么进来 来 各位看一下 接下来我使用另外一个账号 老师看一下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账号 老师瞄一下 这个账号是什么呢 是个人版的 你看见吗 Gmail的 我刚刚是使用什么账号进来开课的 我刚刚是使用这个 这个是新北市教育局核发给我的NTBC 来 所以我现在一人分饰两脚的概念 来 一样 要先进到Google Classroom 这里 点起来 注意喔 注意喔 我现在是跟班 我现在点选哪一个 点加 这时候呢 要去加入新北市那个吕冲贤老师 有点加入课程 这时候就有课程代码贴上去 这里 这个 再点加入就好了 好 在加入中 加入中 这样就加进去了 这样就加进去了 那老师看一下 目前这个账号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当学员加进去的 目前这个在这里 这个 好 那不好意思 老师再借我一下下 我再加入一次 我再做一次给老师看一下 我现在换这个账号叫王仁杰 再一个账号进来 再一个账号进来 老师看一下 我再利用另外一个身份加进去 你看现在呢 我又另外一个账号叫王仁杰 看到了吗 来 再点一下 九宫格 学生怎么加入 第一个要先进 Google Classroom 第二个 在右上角的地方 点加 再选 加入课程 好 课程代码贴上去 好 再点 加入 所以呢 我刚刚 使用了两个学生身份 加进去了 哦 所以王仁杰 加到社会第四零一班 那老师看一下哦 这时候 在我的教室里面成员 就看到 两个人了 那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哦 纸顺 主任也进来了 各位看一下吗 这是教育版的冲闲老师 那王仁杰同学进来了 这个个人版的冲闲老师 子孙主义也进来了 来 麻烦各位老师 就先加入我的线上课程吧